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刘 你俩赶紧从一道走 这儿我俩赶紧从一道走 这儿我俩赶紧给你看 好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动心 这一点我说 赶快走 赶快走 是 走 走 我扔手来的 把这把兔子都给炸死 是 他呀 饭 扛他 给我给我冲 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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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换的 重重有赏 抓到人没有啊 抓到人没有 人哪 屋里没人 好像是窗户跑来 找到了吗 那还不去追 走 陈老海 这什么玩意儿啊 他娘的这不是电台吗 这里果然是我点儿啊 真他娘的让我找对了 把电台给我拿好了 走 等等 走 站住 什么情况 队长 好像有情况 请进 有什么情况 赶紧给我追 追 快 追 大佐阁下 大佐阁下 我有新的发现 瞧大林就因了 还没有 但非常接近了 我们在可疑的杂货铺周围 安排了二十四小时盯房 一个时辰前 一个长相极下为老才管家的人 走进了杂货铺半天没有出来 我带人前去抓捕 但人没想到的是 杂货铺的老板和伙计拼命地抵抗 我只安对死伤惨重 但是我们坚持抓捕 可惜的是敌人太狡猾了 你确定是看脸吗 完全确定 我们还找到了电台 刘队长 拿上来 大佐队下 您看 您看 这就是我们在杂货铺里 搜捕到的电台 刘队长 你做得非常好 但是 你现在的任务 应该是继续搜捕 只是 那条巷子里 全都下关 都在所不惜 抓到抗脸 拿回盒子 才是你最应该做的 卓英同志 此无重要 立即派人送至老狼狗 随时有人接应 刘队长 计划内容尽快莫清 弄 现在村上 加强了进出城的管理 想要把盒子送出城 难度会非常大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这城门口 已经被日本鲜饼队接管了 进城也好 出城也罢 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持有什么样的证件 都必须接受检查 而且检查得极其细致 我倒是有个主意 姐 啥主意 这事先得让卫大哥同意 我知道借出病把盒子送出去 是对老人不孝 不过我们必须把盒子尽快地送出去 以便延安那边安排专家 尽早地了解盒子里面是什么 解开人和计划的秘密 你怎么办 你这道理我明白 我娘的赛天之灵 知道她能帮助抗恋 知道还能为达国的处逢力 她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美 roster� 威大哥 谢谢了 别客气 咱都是一家人了 魏大哥 魏大哥 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撑着 别撑着 你看你 什么都不吃 现在好了 这病了 姐 现在咋办呀 这样吧 我去准备一下 我替魏大哥为他母亲守灵 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 照顾魏大哥 我们已经搜了 艾家也不都搜过了 可是没有找到人 只是魏老财家 我没敢搜 为什么 魏老财刚死的娘正在守灵 我心思给她点面子 这可不是你的心情 这可不是你的心情 我没想到你 你不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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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吐阁下 您的意思 这样吧 咱们去看看 给老人家小旧香 尽点心意 好 大吐阁下 请 你 accommodations 快快 车上他们来了 快进名义 走 走 车上打下 你们这事 按理说 在你熟灵之间 我不应该打搅你 但是根据QK的线报 有些抗脸人员 偷偷地潜入到你的家里 所以 为了你的安全 我特意带人过来 彻底搜查一下 你再让开一下 我家里绝对不可能有抗脸的 魏老财 话不能这么说吧 有没有搜一下才知道 你看你这么大一个院子 这要藏几个抗脸分子 也不是不可能吧 大祖阁下这也是为了你好 只要不打扰我母亲的亡灵 随便 不愿意 啊 这位是我的表妹 孙三大作 赶紧的去厨房 让她们准备饭菜 啊 走 你们自己走 追 走 谈什么呢 干嘛我指望 亲爱的表妹 我还不是表妹咯 我跟魏老财可是多年的好朋友 她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 怎么 你没有听她谈起过我 我嫌起来的嘞 我表哥给你干过 你就是在做 何行啊 你知道何哦 我看你啊 我信你又是何的 咱到咱子又是何的 咱是个坑里的 进到个第四包子的地狱 我看你个生生死死 都要做个仇生 你说 说什么 我听不懂乱七八糟的 你说 你们家有没有藏着陌生人 没啥 陌生人 咱陌生人干嘛这咯 这屋里叫做我的表哥 咱们人呢 你真的是有为了 你要不信你走 喝汗 我喝汗哦 我还走 走走走走 我怎么觉得她有点面熟啊 这个样子有点 收队 好 走 表妹 那么着急关门干啥啊 你 你进来看莫子罗 你给我去看 大左回家说了 让我再仔细检查检查 你们咱们不是先找过的吗 还要先找 刚才是他们检查 现在是我检查 你要敢阻拦我 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当看连抓起来 转开 我看你根本就是不相亲 也不是先走 你就是忙个好心 我是没忙好心 我玩的是坏心 我现在就坏你 走开你 走开你 你 你赞不君子了 你 你咋的是丑包官一样 跟我一样 你还照什么屁啊你 你赞不丑包官是吧 你是不是丑包官 你等死了 你干什么 放下 放下 我跟你说这样 突然变的 放下 放下 你去看吗 去看吗 我去看吗 我去看吗 我去看你 我笑了你啊你 你敢伤我啊你 你胆够肥的你 信不信 我已分不合理 你信不信了 我不信你敢 你敢 你敢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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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 我跟你说 你不信我去看吗 你不让我哭我 我去看吗 我要去看吗 我去看吗 我给你说你不搞假的 要把他 去 鸟子 鸟子 说来我妈 吞儿子鸟子 善儿子 你还带你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鸟公 鸟公 你干了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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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了 干了 干了 就是她的 就是她的 不傻吧 我把她跟着我都顺利红了 看老黑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老卫下没人哪 你敢欺负我表妹 卫老财 你忽略略什么啊 就你表妹长得那么丑 我能欺负她去啊 大总关系啊 我看她比较可疑 我跟踪她 你看她都不够了我一起 看老黑 你放屁 我表妹怎么 怎么可以了 这事你必须说清楚 你今儿不说清楚 我就是合手 我是老命 我也要讨个公道 表达 你别 别胡叫蛮缠啊 大总关系 你看 你先把根 就 就 你根 村长阁下 村长阁下 按理说 我在我母亲的领导前 我不该动怒的 但是陈老何太欺负人了 现在是说我们家 他 藏康连 接着就请我表妹 村上阁下 你必须要给我个公道 为一三 为一三 钱家宝 也是为了 就要不要看你心切 所以 我替他 向你道歉 刚在我的面子上 请原谅他 既然村上阁下都这么说了 我 Tel Aviv 这事儿 就能算了 我还这事儿 一哥坐 一哥坐 我 我坐 走 来了 收拾了 你们画线兵队图纸干什么 还真要冲进去啊 我们想来想去 觉得唯一可能有答案的地方 就是线兵队了 进线兵队太危险了 是啊 进线兵队的事情 我们再合计合计 明天借出病 把盒子送出去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我没问题 问题是把东西藏在哪儿 现在日本人检查这么严格 我估计我娘的棺材 也脱不了要被检查 都 看我干什么 又指望我 不是 特派员 这回这事 就算我再能根 我也真的不行啊 那明天出病的时候 那小鬼子 还有那陈家宝 肯定会检查的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 行了 别说了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一前 一往下去 去 你 坐好了他 出事了 啥啦 那个兴魏的 乘带着几十号人出城送病啊 送病 这守孝期没过 出哪篮子病呢 不对 这里面有问题 叫兄弟们 我好好查他 等了解了都别担了 是 走 走 来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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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所有人都收过了 什么都没有 放心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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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的老朋友 我要格外关照一下 再仔细检查检查 陈家宝 你想干什么 你要找查 皇军有令 所有出城人员 必须严格检查 你想违抗命令吗 棺材打开过没有啊 没有 再没有 在 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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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黑 你别逼人贪神 今天我爸画料在这儿 你要是敢打扰我娘的清静 我跟你拼命 陈明 对 开检查 谁敢动手 为了谁 你想造反吗 都把枪过卷起来 谁敢违抗命令 就地正房 这老滚蛋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吗 滚蛋 魏老财 你不会让你娘 连个送葬的人都没有吧 吃香点 请吧 魏老爷子 起来 驾 开检 打开 那就得罪了 魏老爷子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没什么特别的 魏老财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可以走了 你啊 儿对不住你 该管 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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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请关 等等 什么人 什么人 这非汉熊的表弟啊 表弟 什么东西啊 笑啊 我看看 咱们也没有 滚吧 起关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我怎么觉得 我当然 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 她是一样 那边 你 看我 因为 你 没有 我 要 来 你 我 还是 你 陈老黑 盯得这么紧 还能走吗 如果掩护得好的话就没问题 只要把陈老黑的注意力吸引开 我就能悄悄溜走 行 我跟魏大哥商量一下 魏大哥 魏大哥 我们得想办法闹点事 转移陈老黑的视线 好让快点溜走 我有办法 咱们就在这嘀咕 他以为咱们在密码上吗 他肯定会过来的 魏老财他们在干什么呢 肯定有问题 过去看看 走 东西都准备好了 看见没 过来了 他一过来我就给他弄事 你们就趁机溜走 陈老黑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你不祭奠你母亲王灵在这密谋什么呢 大胆声说话让我也听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我告诉告诉你 我来给你老母亲上出相 表一下孝心 我说你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啊 你配一把 魏老财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给你母亲上出相 理所应当啊 好朋友 我没你这样的朋友 奇怪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害我害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就说今天 等等 我和我母亲相众 你比我家有人 你说你再怎么 小心点 冲撞我母亲的灵堂 说什么我们家有抗连 要搜查抗连 好 这些我都忍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家的祖坟哪 我娘都路途为安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没怎么样 魏老财 你今天说了我这么多的不是 我不就是想 给你母亲在坟上敬住香吗 你也配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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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忍我就不赢 今天是我母亲的吉日 我要用你这条小命 祭奠我的母亲 魏老板 息 息怒 息怒啊 子弹不长眼 小心走火 好 干什么去 我要 买开骚托 好好说话 听不懂 买开骚托 你要尿啊 我尿 你到哪儿尿去 我看你有啥想法吧 我又不是瞎疯了 我就是向我尿 你别跟我说这些 没有 听不懂 你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 你别动我 我告诉你 听见没有 你给我毒啊 尿尿是吧 来 你在这儿给我尿 我什么没见过 尿 你干嘛 你干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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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尿 碰碰碰撕 看来这陈老黑啊 已经开始怀疑上你了 我不怕他 不行啊 我用近活的渠道 把盒子送出去 不行 陈老黑已经盯上你了 可别再出事了 说不对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啊 可别 现在最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 另想办法 尽快把盒子做出成全 其次 就是全力解救大雅姑娘 对 还得想办法 潜入县兵司令部 查找有关人和计划的相关材料 魏大哥 我有个建议啊 这陈老黑已经完全投靠了日本人 我觉得您啊 还是得想办法 去跟他争处 去接近村上 做一个搅局者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趟贤兵司令部 就给他解释啊 今天白天是我母亲 你瞎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儿 表示怕无悔的样子 好 你哪里 有些计划 他们不能找到 这些计划 我计划 女民居 是 那儿 由我计划 抵达 无用 尽量 出发 我计划 追赚 回来吧 海森 箱子可能找到了 我还不想让我离开 走 好 长官 您看这么晚了 还来打扰你 不好意思啊 卫森 这个时间 您应该在家里休息吧 我睡不着啊 我和陈家宝都误会 如果不解除 我担心明天一早 陈家宝就到你这大报告 先把误会 今天出城的时候 我送荡的亲朋好友 就连我母亲的棺材 都开棺检查了 没问题 这陈家宝为什么 还叮嘱我不放呢 就在我家做饭 我母亲都露土了 她带着一帮保汉 来任道事儿 说我有问题 我能有什么问题 是 我娘是死在宪明队 但是 我对黄金没有一点怨恨哪 因为我相信您说的话 从今往后您的敌人 就是我的仇人 那就是林卓英赵斯兰 说得好 如果不抓住他们 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娘 也辜负了 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关照 放心吧 我不会让陈家宝再见对你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踏实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能经常出路你的办公室 这是什么地方 县兵司令部啊 咱们哈城 多少大事儿 都是在这儿研究决定的 我 我也有一份儿 那是 那是 还有事儿吗 没 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那走吧 好 也要坐下来 大佐大王 本当に 违反心を信じるんですか 信じられるわけがない 奴は恨みに満ち満ちている それでも話し合いに来たのは 引き延ばすために違いない 何かを隠している それも ジャオズーランと あの隣住老衣に関する何かをな アミンシャンが ずっと我々を騙していたと だが 今やすべて明らかになった 今こそ刀を抜き 自由を構えるときだ 城内を隅々まで探し 奴らを探し出せ 空城計画を実行する気は熟した それでも 何かを見つけたら 私たちが命を落としても この罪は償い切れ 俺一進屋 就見つけた山前 手に散落された 一桌子一滴の文件 正好有一章 落在地球衣の下部 俺も找たく機会 接近村上のんぽん桌 説話前我丑了一些 日本字我不認識 それは中国字 俺が肝心をする 席援長 这 上面写着人和计划 都是中国字 魏老哥 您提供的线索太重要了 同志们 我们必须去宪兵队拿到这个文件 太冒险了 魏老哥 我知道冒险 可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放手一搏 我不同意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村上现在带鬼子全神找你呢 你还送上门去 如果人人都害怕牺牲 什么时候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现在每时每刻 都有我们的同胞战士在流血 而这个人和计划 对于战争来说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要尽快破获 你这都是在猜测啊 这个盒子的计划已经让村上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所以这个文件一定非常重要 我也建议行动 我也同意行动 同意 我也同意 同意 我还是不同意 你们这样做太鲁莽 子澜 子澜姐 马九爷找您和他外援 出大事了 这个剑子的尽量 太多了 你也要招待 他最正常的尽量 这几个人 这帮畜生 为什么要欺负老百姓呢 还不是因为盒子 他们觉得老百姓在帮着你们 这件事情必须阻止 你用什么来阻止 自然 如果我们立刻准备进攻宪兵队 那村上肯定顾及不了其他的事情 那老百姓就能暂时的安全 你说呢 你们要袭击宪兵队 是 这样也行 不过我们的人手不够 炸药也不够 怎么样去袭击宪兵队 你们要袭击宪兵队 我马九别的不说 武器弹药管够 多谢九爷 九爷真够仗义 子兰 你别忘了 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小四元 你瞧瞧 正宗的德国记里面啥子呀 日本的王八盒子 这可都是好家伙呀 兄弟 替我谢谢马九爷 九爷说了 只要你们能大鬼子 有什么需要这一声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帮你们整到 告辞 告辞 谢谢啊 慢走 快关门 好 好 告辞 特伯爷 咱有这些家伙事 就是跟他们正面赶往海头终啊 去 你傻呀 就咱们这几个人还正面干呢 你不是找死吗 来来来 看看 看看看看 哎 看看看看 这是啊 这是啊 上次村上 偷我从关外带的厚尼子军装样品 一闪的陆军军官服正好用上 太好了 明天天一亮 我们就行动 算我一个 不行 这次行动危险 我不想要你出事 我不怕危险 我不会出事 魏冷哥 像孙队长他们 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这子弹可不张言 我以行动队长的名义 确定这次的任务 您不能参加 那好 那我就在家里啊 给你们备一桌韭菜 啊 等你们胜利回来的消息 好 啊 今天线兵队人怎么那么少啊 不太正常 马九也说了 山田调走了大部分人 准备执行空城计划 看来说得一点都没错 准备行动 大師傅 通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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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她 啊 稍微 本来是 新称的葳朗大佐 是新称的藍原大佐 有四位的葳上大佐 有四位的葳上大佐 在哪里 那裡 那裡 那裡出發 敦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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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和我一样期待黎明的到来 这份今世坚守的誓言 你是否读懂我心的期盼 城市的浮华是否中散去的笑颜 红尘纷扰依随风飘像满地落叶 等风来呼唤你快回来 当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悦 你先进去的风飘像满地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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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越样 你先進去的风飘像满地落叶 你先进去的风飘像满地落叶